你每次在跟大家说我妈说我妈说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当初中高中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父母在学校门口接我们 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同学们会嘲笑我 觉得我长不大 你为什么会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呢 我都觉得我妈 她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好 那你能为你妈做什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妈这会儿躺在病床上 病重垂危 需要你做出选择 在两种治疗方案当中做出选择 你会怎么做选择呢 你怎么选择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她可以说我妈说我妈说 以前在这个舞台上也出现过这样的男生 当主持人每次问你真是这么说的吗 她往往会低下头说 是我妈就是这样说 她会有点不好意思 她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 所以说她一点都不以自己 没有成长 不像个男人为耻 但凡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大概她还是想要成长 但是你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讨厌她 不是讨厌她没有独立思想 没有勇敢承担 你讨厌的是 她那么听妈妈的话 这是问题最核心的地方 男人多半都是以独立思想和勇于承担 才获得女生喜欢的 但是你不介意这一点 你只介意她听不听我的话 还是听不听她妈妈的话 所以在我刚才问她那个话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身临其境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有哪一天 当你遇到人生低潮的时候 当你遇到遇不过去的劫难的时候 需要她帮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只能你自己可怜地为自己做出抉择 到那个时候我想 如果你在病床上去考虑一下 自己曾经的这段爱情是否值得的时候 那才是一个最大的笑话和悲哀 要做妈你就这辈子做 好好做 从她母亲手里接过接力吧 如果不想做妈就早点离开 一个人如果自己拒绝成长的话 即便有再多的因素 去催促她成长 她始终也是长不大 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 一个人不能够起到她原本的作用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是真伤心了 而平时的那些所谓的浪漫和温存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这样